记者格又豪高雄报道,前总统陈水扁今早在最新一期的 新勇哥物语,批评民进党完全执政两年,民调结果直直落,蔡总统却自我感觉良好,她并赞同年底选举,民进党输掉四,五个县市长的可能性很高。 阿扁华申勇哥,在新勇哥物语,-147中强调,民进党完全执政两年,民调结果每况愈下,解释总统,格魁,政党三管齐下。 令人不解的是,蔡总统似乎自我感觉良好,自认台湾经济是二十年最好的状态。 殊不知这两年台湾GDP还一直在保一保二大作战呢? 阿扁再度枪声说,根据党内县市长选举多位重量级操盘手的私下评估分析,民进党输掉四,五个县市长的可能性很高,依照民进党政治传统,败选的党主席下台负责,犯重怒的法务部长邱泰三不下台,就等住看蔡主席下台吧。